目前距离2018-19赛季场规赛还是一周多的时间 对于新赛季,无论是各队的新军球员,通过自由球员市场或是交易补强 以及那些潜艇十足的新秀球员都会是值得期待的存在 除此之外,伦纳德加蒙蒙隆后,能让东部联盟格局完全改变 詹姆斯能率领胡人在西部闯入季后赛 欧安和海沃德复出后的凯尔特元能有多强劲的实力 这些都只是本赛季部分值得关注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即将到来这个赛季的大改预测 伦纳德率领猛龙闯入 冬决2016年的德罗赛没能率领猛龙在冬决中击败詹姆斯 而接下来的两年纪后赛,猛龙却无法闯过骑士这关 虽说德罗赛确实是猛龙队史最伟大的德分手 但他的存在却无法让猛龙闯出东部 就算目前还没有任何续约消息 大伦纳德的加盟对猛龙来说,仍会是有盈益的举动 考虑到他为每次效率期间在攻防两端的顶级表现 伦纳德搭档洛瑞或许能让猛龙更全面的比赛 在能保持健康的情况下 伦纳德可以说是联盟最攻防两端最均衡的球员 他能在外线命中投篮,防守甚至是冲击篮筐等 但加盟猛龙后,全明星的战术体系和球队环境对伦纳德来说多少会是个问题 毕竟进入联盟以后伦纳德一直是在为马次这样的球队打球 如果本赛季伦纳德能保持健康并且真正成为猛龙阵中当家 这只拥有西亚卡姆,但弗里特,鲍威尔和格林等汉奖的猛龙完全能在东部有所作为 二,凯尔特人闯入总决赛并威胁勇士上赛季的凯尔特人已经能闯入冬决 并且将詹姆斯所率领的骑士逼入场期 要知道季后赛的凯尔特人可是缺少奥文和海沃的两名当家球星 但季后赛期间,新兴杰伦布朗和塔图姆场均分别能有18分和18.5分的表现 像罗奇尔,霍福德和莫里斯等球员都能在季后赛中有所表现 随着欧文和海沃德的付出,这只凯尔特人毫无疑问将拥有更强心的实力 而季前赛的欧文和海沃德都能有较为不错的表现 总体来说,这只凯尔特人应该会是联盟最有实力威胁 甚至是击败勇士的球队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凯尔特人闯入总决赛并且给到勇士困扰 也并不会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三,詹姆斯率领胡人闯入季后在上赛季 詹姆斯凭一几只力率领骑士闯入总决赛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认为是联盟第一人的原因之一 虽说在詹姆斯加盟之前胡人还不是最后赛级别的球队 但他们阵中也拥有像球哥、英格拉姆和库兹马等新星 库兹马和英格拉姆是上赛季胡人阵中表现最好的球员 而且在詹姆斯身边打球 他们也将能得到更多机会 如果库兹马和英格拉姆能继续保持作为得分手的稳定表现 那么胡人闯入季后再不会是难事 四,赛克斯顿夺下最佳新秀 作为今年第八顺位新秀 赛克斯顿拥有类似微少的球风和运动天赋 夏季连赛期间 赛克斯顿抢选能得到19.6分和48%的投篮命中率 虽说他不是那种有稳定投篮能力的球员 但他在冲击篮筐以及防守单上的表现都是新秀球员中极其难得的存在 随着詹姆斯的离开 其实迫切需要一名能接管球队的当家球员 而考虑到他在纯粹天赋和竞争意识上的优势 赛克斯顿基本上就是目前骑士阵中最有希望接管球队的那个人 正因为如此 如果赛克斯顿在本赛期结束后 夺下最佳新秀奖项 这也不会是特别意外的情况